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输入日期跟时间的方式 那同学们应该有看到荧幕上面有一个日期选择器 好 没错 这个日期选择器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以前我们想要在档案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日期选择器 需要靠一些VBA来做辅助 那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个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生成这个日期选择器 这个日期选择器让我们在输入时间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方便 例如我们想要在储存歌上面输入下个礼拜三的日期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日期选择器 我们可能会去打开右下角的系统日期 然后查一下下个礼拜三可能是几月几号 然后再手动进行输入 那有了日期选择器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日期上面找找看 下个礼拜三是10月的26号 我们只要点它一下就可以把日期给输入进来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如果你想要产生当下的时间 例如现在是几点几分 那我们一样指定好储存格之后呢 点按日期选择器上面这个小小的时钟 点它一下就可以把现在的时间给输入进来了 好那这个日期选择器呢还有其他的功能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进入今天的影片咯 好首先呢我们来到日期选择器S这一页 那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日期选择器呢 它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呢在开发人员里面找到这个争议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开发人员的话呢 你只要在功能区上面按右键 然后找到自定功能区 好进来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开发人员给打勾 打勾之后呢按一下确定 好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争议集 不过老师现在所使用的版本呢是Microsoft 365 那如果你的版本呢不是Microsoft 365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个日期选择器的功能 但同学还是可以试试看 好那我们点了这个争议集进来之后呢 在市集这个地方我们进行搜寻 在左边这里有一个搜寻框 那我们就可以输入DATE然后PICKER 好了之后呢按一下搜寻 好那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争议集之后呢 就可以点按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个授权条款 这边有提到呢它并不是Microsoft所提供的 同学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哦 那这边我们就点按继续 点了继续之后呢我们的日期选择器就生成了 我们只要把游标放到线上面 然后把它拖拉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 好然后再利用这个点点把它稍微放大或者是缩小 那尽量在放大缩小的时候呢不要这个卷轴 因为有了卷轴有些功能就会被隐藏起来了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好那完成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下面这个功能 第一个呢是日历的大跟小 我们只要点它一下之后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size是比较小的 那再点它一下就稍微大一点点 那第二个这一个呢是日期的颜色 也就是它的格式的部分 所以点它之后呢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的变化 好那第三个这一个呢是周的第一天呢 你希望第一天是星期几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天是星期日 你只要再点它一下 周的第一天就是星期一 好我们再点一下呢就是星期二 然后再点一下就星期三 好那这边我希望它是星期一 所以我再把它点回来到星期一 再来第四个这个52呢 这个是要不要显示周别 当我们点它之后呢就可以知道 今天是10月23号 那是一年的第42周 好那第五个工具按钮呢 是你要不要在这个日历上面 显示一些重要的日子 我们先到专案上面呢放几个日期进来 假设我们主项目1的日期呢是10月7号 然后结束日期呢是14号 OK好然后我们的查验日期呢是21号好了 好那我们的第二笔呢 这个日期我们希望它是15号开始 好然后结束日期可能是21号 那查验的日期呢可能是28号 OK好那我们再点第五颗 点了第五颗之后呢就可以签选 你想要在日历上面的标记哪几天 好做醒目的提示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日期呢选择起来 好好了之后呢按下确定 不过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日期它压在日期选择器上面的这个位置呢 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差了一天 好那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使用辅助栏位来解决 我们只要呢把这一栏的范围呢再往右拖曳一个 OK然后追逝栏宽 那这样子呢我们在日期这个地方等于 然后左边的日期去加上一天 好好了之后再把公式呢往下面带 好那下面这个地方是因为左边没有日期 它才会呈现出这一个1900的日期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修饰也可以 我们只要呢再加一个if if进来之后呢如果左边的储存格等于空之串的话 那我们就呈现空之串 否则的话就把左边的日期加上一天 好然后右挂号enter 好再把公式往下面带 好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在日期上面多增加了一天之后呢 我们再来修改这一个日期选择器上面的这个第五个工具 我们点了这个小小日期进来之后呢 再把查验日期呢改换成K栏的栏位 好好了之后按下确定 好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替代栏位呢 来修正这个日期没有压准的这个问题了 好那我们再把K栏给隐藏起来哦 避免错乱 所以右键然后把它给隐藏起来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 这个时钟是让你呈现现在当下的时间哦 所以只要点它一下就可以很快的产生当下的时间 也就是现在的时刻 那这个齿轮呢就是要不要呈现下面这个工具列哦 点它一下就可以隐藏 那再点它一下就可以显示出来 OK好 今天这个小小的日期选择器功能呢 其实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在输入日期上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这个日期选择器 可以帮助大家在输入上面可以更省力 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емся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